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歐老师 我们的发型文化终于来到第二集了 上一集白种人的文化播出之后啊 大家都好喜欢 然后好多朋友都私讯问我们说 我的皮肤比较黄 是不是和黑色素比较多 我的头发没有那么黑 是不是和黑色素比较少 其实大家真的很厉害 才看完第一集就可以对曼拉林色素这么了解 如果大家对头发的色素啊 颜色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一定要私讯给我们或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好的 接着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黑人的发型 还有他们的发型文化 到底跟我们黄种人有哪里不同呢 他们又有哪些文化值得我们去探讨了解的呢 相信大家对于黑人的印象都是比较陌生的 并且充满神秘感的 头发给大家的印象啊 就是又黑又卷 不然就是爆炸头 或者就是很夸张的编发造型 其实这些印象啊 都跟他们的发型还有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黑人他的发质 到底跟我们黄种人还有白种人有哪里不同呢 首先他是所有人种体内麦拉磷的和黑色素最多的种族 如果不知道和黑色素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可以去看上一集 来在这里在这里 那他们的毛发的特质呢 通常就是又干又硬 属于抗拒发性 他的毛铃片啊有6到12成这么厚 但发饰的形状啊是扁平的 并且呈现自然卷跟白人很类似 但是比白人还要更卷 皮质层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也是所有人种里面 头发的含水量是最低的 所以很多黑人的发型啊 他不是长这样这样就是这样 那黑人都不烫直吗? 烫啊怎么不烫? 只是发型师超辛苦的超累的 但是烫完的效果很好 就是很值得 而在头发毛铃片很厚 头发很抗拒 很黑色素又很多的条件之下 发型就变得非常的难以制作 需要更强的药剂 才能达到我们目标的效果 但也会因为药剂的配方不够精准 然后所以就造成我们的头发严重受损 因此在制作他们的发型时 药剂的配方是非常重要的哦 它可是会影响造型最后的达成率哦 当然这也跟设计师的操作 有非常大的关系 再来我们应该都看过 许多黑人女性都会帮自己的头发 编一个好看的 或者是非常有特色的造型 其实头发对于他们来说啊 不仅是好不好看 这样子而已哦 它更是身份跟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几千年的黑人文化中 黑人发型曾经被拿来当作是奴隶跟种族的区隔方式 因为这段历史到现在有些人种还是会投衣有色的眼光 因此在那个时代 黑人发型它不只是一种风格 而是具有文化精神跟种族区隔的实质意义 如今他们的发型可以视为身份地位的一种指标 能反映他们的心灵还有精神 而不同的造型也都别具意义 这边我也整理了几个常见的黑人发型 接着就来为大家解释 这些发型代表的意义还有象征 首先是辫子头 辫子是黑人的发型文化里面最常见的造型之一 他们通常由三条或更多的法师编程 可以从头部的任何一个位置开始 接着延伸到各种不同的形状和长度跟编法的排列 例如分隔折变或是宝宝变都是延伸的新编法 而条纹变这个是我们在电影里头很常看到的黑人小孩的造型 它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编法方式 经由紧密缠绕在头皮上的小辫子组成 条纹变通常编成直线的线条或者是几何的图形 有时候也会加入金属的饰品或是其他的装饰物 而绝法造型也是他们身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造型 虽然战卷很严重 但是他们一样会把自己的头发 透过电棒啊 热卷筒啊 或者是烫法 来改变头发的样貌 让发型可以变成波浪的形状啊 或其他卷法的样貌 接着是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湿扣 其实它非常的常见 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这种发型它的名称 哦原来它就是湿扣 那湿扣到底是什么发型呢? 它是一种柔软的自然的编法造型 最早啊它是在非洲的某一些部落里面 通常它会有两股的发湿缠绕 然后卷成螺旋状 然后大家呢会把这头发编成网状的花纹 这些花纹呢它既有装饰的效果 而且又有保护跟清洁头皮的作用 在现代呢 湿扣呢它在黑人的发型里面 它一样是非常常见的 由于它编织的花纹呢塑造出非常独特的外观 所以它在外形上非常的好辨识 这样我们是不是对它有特别的印象了呢? 再来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髒变 它是一种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发型 它最早起源于非洲的部落 它们将头发卷成条状 然后再勾成一根根松散的发变 这种发型在非洲部落非常的普遍 在旧世界的时期啊通常它被视为一种跟 宗教 信仰还有精神有关的发型 例如在非洲的玛丽族中 他们的男性会将 头发剃光 然后但是留下头发周围一圈的发变 那发变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跟祖灵之间的联系 而在非洲卡鲁族的传统中 他们的男性会将头发 编织成松散的发变 那这发变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动物与土地跟自己的连结 这也代表着勇敢的男性战士 现代的张变啊 已经成为许多人喜欢的发型之一哦 但张变它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意义 它并不是山岩凉宇 我们就可以讲完的 但一定要记得 这个发型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批评 然后最后终于要讲到最后一个了 最后是这个黑人编织 这个发型啊 对我们的现代发型艺术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这个发型怎么来的呢? 那我们就要从古埃及 还有印度开始说起 当时埃及跟印度的黑人族群 它会使用真法跟人造法 去搭配彩色的弹性纤维哦 去进行混编 借此来增加头发的长度 还有厚度 还有增加造型感 在16世纪末 这项技术也开始传到了欧洲 欧洲的贵族女性也开始使用人造法 还有改良过后的发膨 来增加头发的长度 还有厚度 这种造型方式不间断的演化到了现在 如今黑人编织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发型 这项技术可以应用在接法 还有书法造型上 它的优点非常非常的多 它可以尽量在不破坏真法的状况下 创造出多元的发型风格 好 总结一下 黑人发型文化的产生 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他们的故乡非洲 天气炎热又时常干旱 环境恶劣 并且资源不丰沛 没有办法经常洗头 而造就了多种的编法造型 来解决生活的需求 随着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 这些古老且传统的编法造型 时至今日 都是流行与时尚界无法抛弃的一种设计技术哦 好啦 今天有让你更了解黑人的发型文化吗 世界上每个人种的文化都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彼此尊重彼此的文化 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 绝对不能歧视任何一个人哦 好的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啰 如果大家对于黑人的发型文化 还有编法造型 还有更多想要了解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私讯给我哦 另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还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帮我订阅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见啰